根据台湾多家媒体的报道 岛内蛋价是严重失衡 鸡蛋市场混乱 蛋商不定期 哄抬蛋价 导致不少的早餐店是撑不住了 在高雄今天有30多家早餐店业者 联合召开记者会 控诉蛋商蛋农哄抬蛋价格 记者会上 一名和太太贷款经营早餐店的李先生控诉 买不到蛋 门店经营不下去了 有店家透露 目前高雄已有80家早餐店 酝酿近期全面停卖蛋类食品 甚至将在台湾北部中部南部发起串联 直到蛋价市场透明合理 送过来这边跟你报个价 不要他就开走了 上礼拜跟我说 没蛋了 你自己去找 我怎么找啊 我去市场跟那些阿姨们排队呢 排不到呢 排到前面几个就没有了呢 蛋价无序 缺蛋状况仍持续 不少蛋行门口大排长龙 民众为了买到蛋 一大早就得来排队 早一点来你们都可以挑鸡蛋 晚一点来就鸡蛋再挑你们了 官员的认知跟百姓的认知是有差异的 尽管本周鸡蛋价格动涨 但台当局公告的产地价批发价已变成仅供参考 市场上之前每箱200颗鸡蛋的批发价为940至960元新台币 现在黑市一箱要卖到1300元新台币 甚至传出南部地区要1800元新台币才能买得到货 有中间商直言 岛内蛋价行情混乱已经不想卖蛋了 黑市长自己在决定他才不爱台乱地条 是不是啊大家这蛋龙蛋桑也是很辛苦啊 已经长那么多了三块刚好差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